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午安 那剛剛 這個 被老師說 這個 工藝大學是龍頭大學的 中間大學,剛剛老師也在這裡 那我還是亞洲大學 全部第二大的大學 我們輸給環球嘛 那個名字取得太好 這也沒有辦法 我今天很高興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們在地行動 有沒有可能透過我們在地的經濟 能夠開動一個性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稍微想了一下 因為經濟行動 但是我們是社會得利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大概呼應我們這幾年 包括我們台灣現在 像我自己也 就是這幾年都在 就是花一點時間在研究社會企業的 這個演變上面 然後發現台灣的 近年跟去年的 這個狀況差很多 去年還是好像只是在台北 這個範疇 現在好像已經開始 全國好像有燒起來的那樣子 而且是很多年輕人 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 我們去到各地方的很多文創基地 你看到我們年輕人都投入 在做這些所謂的武漢的事業 所以我想我就從經濟行動 然後社會得利的角度來思考 其實它是一個基本的社會企業的精神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說 是因為我們在過去 包含是現在世界各國 在處理社會經濟的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對於整個政府的角色 其實有很深的思考 還有包含我們對於所謂的經濟的範疇 我們到底對經濟怎麼樣運作 其實是有很多的必命出現 那這問題不用我再說 我們大概會看到說 我們過去習慣了政府的這個角色 他希望包算包含 可是我們大概也知道 因為像比如說前幾天 這個我們的政府的預算已經出來了 現在社會福利預算是判明定義的 那你可以知道說 整個我們在邁向整個社會福利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這裡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思考 可不可以我們在民間的經濟部份的方面 我們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這個locality 這個在地經濟的人都會看 locality是重要的 假然它是小的 所以在社會區域裡面 它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think small 它是小的 從小的地方來起來 因為小的地方我們才可以解決 比如說我們的城鄉差距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社會排除的問題 所以政府的誤問 我們大概就面臨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必須要重新再思考 我們預算的 運作的一個方式 所以包含像英國的這個例子裡面 他們開始在思考說 如果我們是用think small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顯然我們在整體的 制度設計上 我們必須要拋棄過去 只裝為大的公私地質來思考 那樣的一個法制節奏或是制度的設計 所以開始就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不同的設計就出現了 那像這些問題 這個都不用我們再講 我們現在也碰到 尤其是高雄細胞的這個事件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要重新要去思考 要面對的 那我們在整個的這個 這個思維 就是說這個經濟的行動 的思考 我們現在必須要跟過去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出現的是一個社會得利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做任何心理行動 我們第一個 可不可以考慮我們的social profit 以社會的使命 社會的這個vision 來做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思考 那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把很多的社會的使命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商業的一個機制來運作 我們過去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座可能有很多 NPO的組織的人 那NPO大概就是我們講說它是一個profit 就是只是為了一個公益在做 他不考慮這個profit 不效率它可能就出現了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一個新的變局裡面 我們把新的所謂的公益的部分 我們要當成一個商業機制來運作 就是這個我們要試 我們提供的商品或是服務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商業機制來思考 讓它可以有持續延續的可能性 好 它設施展規定就出現了 好 那我們所提供的商品或是服務 有沒有可能我們對環境的傷害是降到最低的 比如說我們等下接下來兩位的這個地方的隱言人 這個王總 王文春雲雲雲雲雲他做的也是做這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可能 因為創造新的一個工作的類型 它不只是一個規模而已 它顯然是一個新的範疇 所以我們帶進了我們的工作 有沒有變成是呼應歐盟的工作整合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們是要這樣做,現在我們的組織是需要討論的 不是說只是用NPO,或是說一般的商業的組織也不是 我們可能要整體的去思考,是不是有可能把這些NPO也好 或是PO的組織也好,全部都把他們串聯在一起 簡單講,我們所有的組織也好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社會得利的角度下 我們把這三個價值,People或是Planet,還有這個Profit把它串聯起來 如果你去問英國的社會企業的那些人,你問他說 社會企業,在做社會企業的時候,社會公益比較重要還是社會的福利,Profit比較重要 他的回答一定非常標準,兩個一樣重要,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Profit去支持他,他的社會使命撐不下去 他還是要Hands up,跟人家要錢,跟我們這個Big Issue的邏輯是一樣的 如果你沒有太過於偏向的Profit,我們的使命大概就走偏了 所以他兩個是互相互相成,所以他才能夠引力我們一個變遷的潮流 所以他們時候想出了很多的Innovation,他現在都在考慮怎麼樣完成這三個底線 我們大概出發點,當然就會說,既然是這樣的,那我們要利用我們消費的 同一金的消費這個銅 我們在座,像我們一直去講的時候,我們發現很多年輕的時代 他穿那個Tonis的鞋子,TOM Message的鞋子 那他們的創案人,這Blake McCarthy,他兩千年人創立的時候 他創立一個新的模式,叫做Buy One Give One 就是你一邊買一雙,我就送給古甘達的小隊 一雙球,讓他們可以安全的去上學,透過教育去改變他 那就是一個同理性的消費認同,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請來我們的組織,其實來做一些轉變 尤其是針對菲尼主持,我們必須要從他贊助協助,要求政府協助 讓他第三部門的能量,起始發揮出來 而不是說繼續接受政府的補助,所以他必須要能夠鼓勵領舊 除此之外,我們現在必須要在提倡的這個同事 我們必須要要求我們對社會影響的這個評估 我過去的這幾年的經驗,我都發現我們的單位,包含我們的政府部門 其實我們都不太去處理我們的social impact 這個social impact,它不是只是量化的一個績效,它是一個執行者 它用來修正我們全部的一個,你前面的政策也好 或是你的社會使命,有沒有走偏呢,這個我們是沒有的 所以這幾年聯合國,他們在開始所謂的impact investing 它必須要有impact的評估之後,所謂我們social investment的這個部門 也就是私部門的金錢,它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你這個組織,不管你是PO或是MPO,你對於所謂的risk taking 你對於風險的承擔,你到底怎麼樣 我們才可以很仔細的評估,有這樣我們錢才會進來 我們待會有可能就會說,你在相信我的能力這樣就好 這是比較早第一階,也許是我們在這個network可以這樣做 但是可能在整個,你要把這個社會影響力把它擴大成為規模 所以我們就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這是整個,我們必須要去從社會影響的評估來處理這件事情 好,那我這裡面,給大家看一個英國政府的定義 它非常簡單,這些我不認為應該要給它很大的限制 它現在有幾個要素,要素都是重要的 比如說你是做營運的方式 然後你是,social mission是什麼 你必須要透過你的營運方式去達成你的social mission 那你的獲利必須要再投資,而不是進到口袋裡面去 所以它直接的會跟我們既有現行的公司的心態會有一些衝突 好,這個就是以我們可能要仔細考慮的這個部分 那這是英國的一個所謂的定義 所以它出來之後,它雖然衍生了一些邏輯就很多 比如說這個組織,你至少at least你的50% 所謂有組織的收入,你必須要來自於教育 你的盈利的50%至少要繼續使用在原來的社會使命上 那你的公司的資產必須要有資產所定的原則 那你的這個所謂財務,你必須要有transparency 你必須要有這些監督的機制,甚至於是公開揭示 這樣的話你的社會的信任效果就出現了 你的social accountability就會出現 我們就可以繼續再跟你投資 所以這是整個這個社會企業的這個定義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我來不及把它翻成中文 但是我們大概看的就是說 第一個是,就我們剛剛講的說commission 好,有限的分配 跟英文有限的分配 那這裡面大概是我們的這個影響力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impact的分析 那你看營運上,你必須要以顧客為導向 在裡面是牽涉到我們的很多的產品 我們花很多時間,尤其是MPO組織他花在研發上面 他花在研發,他做研發很多 可是呢,他東西就不是以使用者的需求為做一個大的考量 所以他的產品一定是正心換覺性 你用一次大概就覺得不要我捐獻給你一次就好 一次性的這個捐獻就好 好,那我們這是環境的因素 我們必須要把環境把它降到最低 我們盡量使用,所以我們有很多例子 尤其在英國的例子裡面 他們都使用所謂的碳中火的概念 來使用他們的產品 怎麼樣讓我現在使用的 包含你種植的東西 你都對土地的傷害降到最低 那當然這裡面是英國藝 他的最重要的福祉 你要照顧他 或是說你MPO是因為你有愛心從事供應 所以你領一點薪水 或不是 因為你很努力 對於MPO來講 或是很多人講 人才是所有競爭的根本 他有一個人要做兩三個人是非常好 那我們就給他多一點薪資 薪資有時候是基本的 一個feedback 所以這是整個重要 好,這次我給大家看一個圖 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大概為什麼要把這兩個這個部分列出來 就是傳統的傷害火動跟傳統販命 這兩個是很大的一個對比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這個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要匯列一個新的範疇 顯然我們必須要兩邊的人都向這邊一起做 所以這是我們要思考一個新的範疇 我們可能在制度設計上必須要考慮這些東西到底要怎麼做 這些都怎麼做 那因為時間有關係我沒有辦法介紹這個 如果說大家要去看一下整個這幾個 我特別挑幾個例子來做這樣 好,那這是我大概這一年 去年我有跟老陸去那個去英國考察 那回答是我們大概稍微捏一下 我們現在的一般組織的形式 那這個東西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社區利益公司 他們在整個的公司的分配 利潤的分配人上把它限制在 所有的營運分配都差不多差不多33% 當然現在還在做徵訊 是不是要把它擴大成49% 但是不知道 現在還在討論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當有這些東西出現的時候 你看包含一個法律形式 限度的形式 這些都不是我們很熟悉的形式 但是我們可能要 面臨到這些 組織類型的思考 好,那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因為今天是一個引言 所以我把它提出來 拋出來給大家思考一下 也許我們以後就會遇到這個狀況 因為接下來我們把這個諮詢輔導 這些NPO或PO的這個單位做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接的是什麼 是一個Social Investment 這個東西是一個全球化的資金的運作 倫敦在去年 它已經成為一個 所謂它想要成為一個Social Investment Center 就是像我們這個倫敦政論交易所這樣 那加拿大呢 它也跟進 加拿大也跟進 現在不是只有倫敦獨唱 因為他們知道 有一股善的致敬在支持這個部分 如果是這樣 我們善的影響 它就會規模就會擴大 那這是我們剛剛 我剛剛稍微提到 我就不再跟各位講 政論比較重要的是厲害關係人 我們有時候厲害關係人的捲動不太多 我們剛剛講到在地經濟 其實所有厲害關係人 其實叫捲動這個部分 這是我們的Social Network Social Network才是價值的所在 不是說只是那個Profit 那個Profit 只是讓這些網路更運作更順暢 所以這是整個 我們在這一個部分要做的 那我們在邁向整個 Local Economy 的過程 或是我們在地經濟的時候 我大概看到有幾個部分 我們的強項 我們的MUO組織的強項 世衛水平非常OK 它產品也不錯 它也很堅持它的品質 創新 它獨立自信 走在很多時代的前面 它的社區關係非常好 非常好 因為它做過在社區裡面 所以它必須要網路去支持它 不然的話它這個 一個網路整整整整的 這也是不會通的事情 好不足的部分 風險承擔 我們對市場 因為它悶著投注 它看不到整個這個國際的這個 這個資金 不一定是國際 就是大的這個環境的這個運作 工部門的關係是匱乏的 所以這點會牽涉到工部門的一個概格 因為它不知道 我們甚至於有很多的這個社會團隊 它都還不知道我們 還有這個採過了這個 這個優惠 它甚至都還不知道 好 我們的管理技能 這些是弱的 那資金當然就不用講 借不到錢 誰要借給一個非力主持錢 誰要借給你一個低能創業者 你信用貸款也就六萬十二萬 你去經濟部 經濟部會有人跟你說 你不是公司 你不是公司 不好意思 我主要耶穌是公司 所以這是整個的這個 我看的一個強項 好 那我們怎麼做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當然第一個要公務 所以你觀念的推廣 然後你的商業界的強度要增加 因為它總是牽涉到效率的問題 效率不效率 正面牽涉到資源的浪費 所以它還回應到我們社會系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環境的這個訴求 我們必須要大的一個生態環境 就牽涉我們剛剛講的修法的部分 那或是整個 不一定是 也許也不一定要修法 但是我看應該是一個很大的 包含公務採過的方式 也可能都要改變 所以政府的角色 必須要在整個公共服務上 可能它是一個大量的一個支撐 也許是這樣 因為我看各個縣市政府 也都有針對我們一些 委託我們一些NPO組織 就是它在做這些事情 包括是因應我們未來高齡社會 它所可能產生的狀況 這些人它有在意的價值 所以它知道 這個鄭愛郎 鄉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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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應繼續來維護的 社會網路 這是重要的 所以這是整個 最後我舉一個例子 因為前日大高雄氣爆事件 所以我用這個例子 來跟我們在這次氣爆事件的消防員 跟他們致敬 這個Elvis它是一個體件 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進到台灣 他的公司在市里 那個Elvis跟Chris是兩個人 是一個男女 不曉得會不會把它放在裡面 那他用的材料是什麼 是消防要能夠厚屬 他使用25年只有淘汰的管件 那輪敦消防隊是要 請人家來處理 回收業人來處理 他要給錢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 這個Chris小姐呢 他就跟他講說 我 來幫你做成什麼東西好啊 那做成什麼東西 他不知道 他要做什麼他不知道 他就跟他男朋友講說 你讓他做什麼東西 所以他試了兩年都在做什麼 比如說 房子 因為消防水管 像這個 有防火 那怎麼辦呢 突然有一天 他出門的時候 他皮帶斷掉 他就想說 我給你剩一條 突然發現他最好的用途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這樣 幾個部分 他找到他的處理 那他用的是工業廢料 像這個咖啡 咖啡袋 我們大型的咖啡袋 那這間的那個內裡 他是用軍方淘汰的降落傘 下去縫線 如果你買他的東西 他是他的box 他沒有完整個公司的box 是他所有去收集的那個鞋盒 他就報給你 所有的東西都是回收的 這是他的邏輯 好 那個什麼 我們全球的四大的會計師傅所 都沒有改輔導 你的規模做得大好 他就說 謝謝再聯絡 他覺得這樣很好 可不可樂 把2012年輪到奧運的時候 所有的那個瓶蓋 融組成為 將那個瓶蓋送給他 請他做成這個皮帶 然後呢 教我們的一些弱勢的婦女 然後請他們培養他們的記憶 讓他們能夠進入這個共一時的那個境界 好 那2009年的時候 這個 因為他有點成名 但我無法堅化他的故事 簡單講說 紐約的fork 就跟他要一個皮帶 他想說這個來打秋風的 他還打六通電話 確定說是不是fork 紐約的fork 他說是 他就記憶條給他 三個月後 紐約當起的fork是 Comenon Bias 他就這一張 還有這一張 所以他就變成 突然從一個 過去一個MTO的 組織 然後用廢料的 然後突然變成 時尚界的一個 時尚的這個 那個什麼 配件的一個品牌 所以就有 這個設計好 你看他想好 他以後模式想好 就有這些加持 他馬上就上去 好 那 這個就是 他就是 這是他男朋友 他在香港 並大學 那這就是他的 他的這個部分 好 那他的獲利模式 他50% 回軍給救火員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 第一個材料來自於救火 消防水管 那我就開始 我進貨不用錢 所以我願意把我真的 奪內給消防員 然後讓他去支持什麼 消防員的家屬 因為這水力來活力去 方法什麼事情不知道 這個必須要家庭支持 不然有時候出門 就不再回來 這東西誰都受不了 那 那這次整個 台灣的這個運用模式 是 是如此 所以他你可以看到說 他的祖惠友這些部分 都是自己來的 他也沒有委託外面的公司 外面就自己來 那些大公司要幫他做行銷 他說不用 就是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好 所以倫敦消防隊 他們開始 跟他一起賣東西 幫他們賣 那 那最後 我想 這是一個創業的一個 一個創新的一個歷程 所以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這幾年 大概這一年來 有時候我有機會 去跟我們這些年輕朋友 在講的時候 我們在設計運用模式的時候 就是這三個 我們對經濟社會環境 三個一定要滿足 一次設計完成 沒有說我先達到一個或兩個 沒有就是一次三個 我們必須要承擔風險 我們考慮到我剛剛講那幾個不同的組織模式 那因為我們對於未來的狀況 很多行為的模式 我們無法理解 無法預測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行為模式的了解開始 就跟賈博士一樣 他必須要理解整個使用行為是什麼 我們才有辦法去瞭解我們的技術性 到底應該用在什麼 他到底對我們社會結構 或是我們現在的商業結構 到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回到我們最原始 這是一個歷程 創業絕對是一個歷程 它是一個journey 所以我們從學習計畫 觀念先講 這些東西你通通要做的 不是學好再去做事 有時候是邊做邊學 那政府的角色 或是我們的角色 大家的角色都要 諮詢、輔導、陪伴、分享 這是我們創造一個新的局面的開始 這是我們改變台灣的一個微小的起步 謝謝大家 這是我的分享